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4月16号星期二 昨天传来一个坏消息 就是世界文化遗产 同时也是巴黎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也是哥特式建筑的矿式奇作巴黎圣母院 4月15号发生了火灾 大火燃烧了五个小时 目前已知的损毁状况是 这个教堂的尖塔在大火中倒塌 屋顶大约损毁了三分之二 有媒体说这个教堂 北西南三面的玫瑰花玻璃窗也碎裂了 但是这个消息还需要确认 有可能没那么严重 所幸的是教堂的主体结构得以幸免 包括两座钟楼在内 还有教堂的外墙 这些部分是幸免于难 目前已知的文物损毁 还需要一些时间来确定 现在知道30%的文物是安好无恙 教堂内部的祭坛和十字架 看起来也还安好 火灾的主体已经被扑灭了 但是零星的小火苗 余劲呢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扑灭 因为是在一栋古代建筑里面灭火 它这个消防工作也得极其小心 像我们一般用那种高牙水枪喷射呀 泡沫和干粉灭火呀都需要谨慎 但是一不小心它有可能就会对文物造成难以修复的损害 所以扑灭建筑物里面的余劲 比我们一般所知扑灭公寓楼里面那个着火呀 这个工作要细致复杂的多 花的时间也要长一些 关于火灾的起因 目前还没有定论 还在调查之中 怀疑是这个教堂顶部维修施工的时候造成的意外 那这个巴黎圣母院灾后恢复重建 那工作已经启动了 至少得耗费几年时间 而且所谓古迹的恢复 只能是在材料结构外观上尽量接近于原貌 至于历史感它肯定是有损失的 像这个巴黎圣母院它屋顶所用的木质的乌梁 它每一根都是一条大的原木 当年为了修建这个教堂 二十几公顷的橡树森林被砍伐 那这些乌梁它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世纪 所以你就算看起来把这个屋顶的样貌给复原了 但是这些有800年历史的木材被烧掉 你找不回来了吗 总之这是历史古迹的一大损失 是全人类的损失 关于火灾的情况就简单介绍到这里 在全世界都为这场悲剧而挨挽痛惜的时候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竟然传出了一股异样的声音 一股喜悦的声音 根据数字中国时代的截图显示 一个叫做北美留学日报的媒体 可能是北美留学生自己办的媒体吧 它有一篇关于火灾的文章 截止到4月16号北京时间下午4点钟 这篇文章下面的留言里点赞最多的前几条 都有幸灾乐祸的言论 有一个点赞数接近6万的留言 开头就说 这烟雾缭绕的古迹 是不是像极了百年前的圆明园 还有一条点赞数 达到了4.6万的评论里面说 我看到许多古董被毁 确实觉得惋惜 但是内心深处确实有种天道好轮回 平衡了的快意 关键词是快意 内心深处的快意 在全世界都流泪的时候呢 当然这几位也不好意思公然说 我今天就是很爽 我就是高兴 真要么真高兴 他得先加个帽子 我对古董被毁其实也是惋惜的 至于后面所说的内心深处的快意 那种找补回来的满足感 才是他真实的感情 因为他说了嘛 来自内心深处 那我假定这个北美留学日报 网页上的留言和点赞 主要是来自于海外的中国留学生 那么墙内微博微信上叫好的 就不可胜数了 有些表达的更加露骨 这里就不再列举 从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仇恨教育如何的深入人心 看到巴黎圣武院起火 我想到的是百年前的圆明园 但是这里呢 小粉红和战狼们发出快意呼喊的战狼们 有可能真的是搞错了 火烧圆明园这个事情呢 有比较大的可能 法国是没有参与的 至少他的指挥官是明确反对的 但是这部分网友表错了情 也不完全是他们的错 因为就没有人告诉他们历史的全貌 他们才会想当然的从历史教科书出发 把火烧圆明园 夸插穿越一百年 和今天巴黎圣武院着火联系起来 老实说呢 我在看到这些小粉红叫好之前 我压根就没有想到圆明园这个茬儿 我虽然也算是很能开脑洞的 很能联想的 但是在这方面的联想能力啊 确实比不上这些粉红网友 立马就能想到百年国耻 可见这个仇恨在他们心中印象有多么深刻 那么所谓火烧圆明园 它的历史完整的因果链条是什么呢 其实英国和法国在这个事情上的角色和责任 是有相当大的不一样的 火烧圆明园它的直接起因是 是1860年9月份发生的巴夏礼事件 巴夏礼是英国的一个外交官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 他多次代表英国出面和清朝政府交涉 那么在1860年9月份的时候呢 英法联军就派出外交官巴夏礼 带了一个谈判代表团 去和清政府谈停战的条件 联军提出的条件呢 是英法特使必须面见中国皇帝 承上本国政府的国书 因为之前一直是清政府的地方总督一级的官员 去和英法周旋 就为那个国家之间的条约的履约和续约一再设置阻碍 所以这一次呢英法方面就一定要面见皇帝本人 但是清政府呢又因为英法使节 不行跪拜礼这个事儿啊 而耿耿于怀 可是英法此时打了胜仗嘛 他的军威正盛就不再妥协 这个谈判呢自然就破裂了 巴夏礼一行人就拂袖而去 但是呢因为一直是巴夏礼出面代表英国政府和清朝交涉 那么清政府呢就误认为他是挑事儿的主谋 以为把他拿掉呢有利于平息事端 以为就是巴夏礼在两国政府之间窜过出来的事儿 于是就把巴夏礼所率领的39人的外交代表团给扣押了 这个事情呢是在近代的国际法是最不能容忍的 最野蛮的行径 不仅扣押了外交人员还对他们言行拷打 那么联军就继续展开军事行动 10月初英法联军在北京城外再次击败了清军 那清政府就没辙了 就只有释放人质 在被扣押的英国26名人质里面啊 归还的时候啊 释放的时候已经折磨致死了13人 所以那13个人只是交还了尸体 其中有一个是隋军的泰晤士报的记者 他的尸体已经被肢解了 所以受到很残酷的对待 法国的13个人里面死亡了7个人 所以英法联军大怒 英军统帅格兰特提议 必须要采取惩罚性的措施 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报复性的印记 所以就建议把壮丽的皇家园林 袁明园给烧毁了 所以呢 他的报复对象是针对皇帝本人 他还不是针对这个国家 针对中国人民的 但是这个提议呢 受到法军统帅蒙托邦将军的反对 拒绝采取联合行动 就是法军方面拒绝烧原明园 拒绝采取联合行动 这个事情呢 是英国特使 是俄尔金勋爵在他的日记中写下的 那么这个记载的可信度高不高呢 首先 那个时代历史当事人的书信日记 这些东西史料价值比较高 就是普遍比较真实 说一个人在自己的日记里面 还要说谎边瞎话 这放在哪个时代 都是相当变态的事情啊 其次呢 就算俄尔金勋爵在自己的日记里面说谎了 他也没有什么动机 帮同行的法国人开拓责任 就说他即使要说谎 那也得说这个在火烧原明园 这个事情上 法国人应该是同意的 法国人很积极 不单单是我们英国人的决定 他为什么要帮法国人贴清责任呢 他没有这个动机吗 这和法军司令蒙托邦将军的回忆录 记载是一致的 法军小规模的破坏 咸丰皇帝在原明园的寝宫作为报复 然后就撤出来了 至于搜寻园内的珍宝作为战利品 英法军队都有做 但是在整个原明园放火 这事还真不是法国人干的 至少在做决定的时候 英法双方的具体责任不一样 同时清政府之前扣押了外交代表团 还把人家的成员酷刑折磨至死 他做出了这种极其下作野蛮 作死的事情啊 这也是激起联军报复的一个主要原因 特别需要提的是呢 被关押的外交人员一部分是被关在北京的刑部大牢 另一部分就是被关在原明园的 那么这一段历史呢 我相信小粉红战狼们没有读过 绝大部分人没有读过 因为党妈不告诉你吗 所以今天他们说那个巴黎圣母院着火是报应原明园 你恐怕还真是误会了啊 不是这么个报应的关系 火烧原明园这个事儿呢 虽然不能说法军完全没有责任 但是主要责任不在他 央视网也登了一篇文章说 不该打着历史的名义发泄自己的情绪 牢记历史不等于延续仇恨什么的 可是事实上你要知道 这套宣传机器和教育机器 它存在的根本使命就是培养仇恨的 它每天都在干这个活 因为片面的历史教育 它不告诉你历史的全貌 因果链条的全貌 它就是在培养一茬一茬的战狼 所以我们看到啊 仇恨和谎言 它总是结伴而行的 同时呢 这套宣传和教育体系抵制普世价值 它也是在培养战狼的 也是在滋养狭隘的民族主义 所以这个央视网说什么反对狭隘民族主义 它的主要动机呢 是这种幸灾乐祸的言论扩散到国际上 会引起非常强烈的反感 所以它有一定的压力要把自己摘出来 表示中国官方不是这个态度 但实际上这种情绪的形成 就是它直接造成的 当今的普世价值之一 就是对人类的文化遗产 不区分民族 都要真爱 但是呢 这个观念咱们说出来简单 它并不是说你有你就能有的 它要真正内化为你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 它是需要别的方面的基础的 就是需要有普遍的同情心和理解力 而这个东西呢 就是当今中国人最缺的 咱们举个例子说吧 如果你看到 有那么多藏族人为了抗议 对他们的民族同化自焚而死 你看到这些消息呢 脸就扭过去了 不闻不问 那你当然不会对藏文化被破坏 而痛心疾首 你如果对中国身边 另外一个民族 藏民族的文化凋零 也不感到痛心的话 你觉得反正都是什么藏独分子吗 那他们的文化破坏就破坏了呗 没准破坏了 还有利于中国的统一呢 对不对 如果你是这样一种观念的话 那当然对于几千公里之外 被烧掉的一座哥特式法国教堂 也不会有多在意 最多就是有一个感叹 早晓得今天被烧了 那上次我去法国的时候 应该多拍几张照片 这一维修的话 至少几年我进不去了 最多就是这么个感想 因为小粉红战狼们心中 没有对人无差别的普遍同情 他心中有的就是敌人和我们的区别 当然敌人的眼泪 就是我们的喜悦 敌人的丧事就是我们的喜事 于是就会发生 巴黎圣母院着火以后 举世落泪 他独叫好 这种奇葩的现象 那接下来呢 我想发挥说说 这个仇恨教育对中国人伤害之大 曾经有人问我怎么理解邪教啊 我说判断政协有很多维度的标准 本质的标准之一就是看 他向人们心中灌输何种情感 观念还是其次的啊 咱们先看他灌输什么情感 是依靠哪种情感吸引人们追随他 他宣扬的是同情和宽容呢 还是仇恨与战斗 在人类已有的各种意识形态当中 我还没有看到像共产党这样的 如此依赖仇恨来构建共同体的 其他宗教不管你说他怎么邪性 我都还没有发现有比共产党更依赖仇恨的 所谓共同体呢 就是持有共同目标和相同行为准则的人群 可以说是无恨不成党 无仇恨就无党的事业啊 这个仇恨的基因是从这个党的第一天就贯穿到今天的 变换的只是仇恨的对象 在党的生涯之初 仇恨的对象是什么资产阶级和地主 是以阶级仇恨作为把人们凝聚起来的纽带 靠着剥削两个字就煽动起了滔天的恨意 但是被仇恨的对象资本家和地主阶层 他们属于精英阶层 他们有智力上的优势受教育程度比较高 同时呢也掌握有财富 穷人就自认为是弱者 弱者想翻身就必须要跟定一个强者 因此呢他们就只有跟着党闹革命 那是他们宣泄仇恨的唯一出路 可是闹革命成功夺取政权以后 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安稳过日子了呢 就天下太平了呢 也不行 因为党开出的人间天堂这个支票兑现不了 它本来就不符合客观规律 本来就是一个梦幻 那么以仇恨凝聚起的这个共同体 它还得继续靠仇恨来维持 否则这个队伍就散了 党就得让人们相信 革命成功了大家还过得这么苦 那一定不是党的错 是党内走资产阶级道路 当权派使得坏 是社会上的敌特分子捣乱 就是敌人特务分子捣乱 还有呢就是帝国主义的封锁 所以呢在这个夺取政权成功以后 革命成功以后 还得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争 还得继续灌输仇恨 要知道中国有个基本历史经验 叫做逆取而顺手 就是天下可以暴力来夺取 但不能靠暴力来维持 这其实也是一条普遍的观念 一条普世观念 在中国文化中就用逆取顺手 这种很简练的方式来表达 改朝换代的过程中要使用暴力 使用暴力的过程中就难免会产生仇恨奋机的情绪 就像陈胜所说的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凭什么这些高官厚禄就你们能享受 我们不能享受呢 对吧 他肯定是有这种情绪 哪怕是历史上的圣人 对这种情绪 他也只是因事利倒 也只能是暂时的 终究呢 还是要走向和解和宽容 逆取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 顺手才是常态 而把仇恨作为不管什么时候都行事的原则 那些势力一般没有好的下场 你像项羽他在攻占咸阳以后 他完全被复仇宣泄的情绪所支配 图咸阳图成 把秦朝的宗室杀戮殆尽 很快他自己也成了孤家寡人 这是讲历史故事 拉回来说到今天 中共的词典里面是有仇恨没有宽容 只不过具体的仇恨对象不断在变化 从资产阶级到党内的走资派 什么叛徒攻贼 再到帝国主义敌对势力 再到疆独藏独 今天呢 主要是强调百年国耻 受人欺凌 主要在这个事情上培养仇恨感 意思是只有在党的领导下 才有机会学耻振作大国崛起啊 而这个所谓的民族复兴扬眉吐气呢 它其实不是一种平和的情绪 它带有强烈的报复情绪 就是一般人所得到的关于复兴和强大的理解 就是敌人曾经加诸于我的痛苦和耻辱 我有办法鸳鸯奉还 甚至更猛烈 才表示我比你更强大 假如我现在没有办法 没有能力奉还给你呢 你遭个天灾人祸 我也鼓掌叫好 就算是老天爷帮我出口气 给我点安慰了 所以这是小粉红和战狼们 对巴黎圣武院火灾爆发出喜悦的 那个心理基础 情绪基础 那咱们总结今天的结论 全世界都在为巴黎的火灾 这个人类文化成果的损失 而流泪的时候呢 一部分粉红网友和战狼们却叫好 这病得治 怎么治呢 上面提到建立其普世观念这种事情 任重而道远 这个事情确实不是说一句就能恢复的 但是了解历史真相可以从当下做起 仇恨和谎言 它是孪生兄弟 两者相伴而行 化解仇恨的第一步就是鉴别事实 剔除谎言 当你了解了传统社会地主致富的真实过程 那么这个剥削论的谎言就被切除出去了 那你对什么黄世人周八皮的仇恨自然也就降低了 当你了解了火烧圆明园的因果链条 把教科书里被故意忽略的这一段历史给填上 那你的复仇之心自然也会产生变化 那我们今天是只说了火烧圆明园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因果链条很长 咱们以后找机会再说 那今天这个话题呢就聊到这儿 今天这集节目视频的五广告版 还有音频的在线播放下载 再加上文字稿都会发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ca上 那咱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